其实我刚刚的程式 第一段是在 这一段 我是拿这一段来改 改完之后就改成这一段 所以或许 反正你也可以参考这一段 这一段是 从这边到这边 Sub到End Sub Ctrl C 名称 不一样多一个 P次 那你也可以直接 雅瑟劳直接拿到这边把它贴上来可以 那比对一下 到底我改完之后都加哪些东西 第一个我有加一些数捷 这个文字叙述的话 我觉得有必要 因为只是说要写的详细或简略 你可以自己决定 其他的部分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多一个I 这个地方多一个End 大概就是这样的其他地方都一样 那再来的话底下的程式 其实这个录制东西 有些东西其实可以不需要 像你会发现这底下这么多一长串 其实这么多东西里面 其实只需要 三行就可以其他都可以把它删掉 只是说有些时候你不知道删什么 那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 经验吧 像我第一个一定要留web table 等于5 意思就是说呢我刚刚讲过 这个所谓的web table 只是这个网页里面 的表格 所以他会 去抓那个 网页html 是table的 他会抓第五个table 你打勾就是告诉你那是第五个就抓第五个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呢refresh就是 帮你把资料抓下来 另外的话那个格式 formatting 要不要把预设的格式抓下来 如果你不要的话呢 那你要加这一行 如果你要保留这一行 假设啦如果你要保留网页上面的格式的话那这一行可以把它去掉 所以你会发现啦如果说我把这几行 从什么呢从file name一直到底叫把它注解 不删掉 这行留下 formatting 然后到这边 这个把它注解 其实只要这一行123 这三行其实就可以了 其他删掉都不会怎么样 只是因为 假设你不确定的话 那我把它开一个新的档案 你当然可以试试看 这个只是说额外讲一下 他一样会跑 而且不会有错误 结果会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 OK所以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至于里面的细节 有兴趣的同学呢 你其实可以怎么样 一模一样 你假设有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在这个上面按f1 去查一下 里面呢他会告诉你这个叫做query table 物件 的一些使用说明 那其实我就看一下里面的东西 那再来就试一试 OK 大概就会有答案 那你想说这为什么会知道 你很多时候就是要花时间 讲白就是要练功嘛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嘛 大概我大概知道 一个方向 那我就怎么样 用我的方向 然后 见招拆招 找到问题 怎么去解决 可以像刚刚跑回圈嘛 然后向下追踪 那就是 之前学务 见招拆招 OK 第1个 第2个的话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蓝宽自动调整 所以蓝宽自动调整 其实 很简单 colons 其实这个刮壶这个不用没关系 如果你有加 这个刮壶后面有 A冒犯L 是指的是 A蓝到L蓝的自动调整 蓝宽 但如果你没有加 就是全部自动调蓝宽 那我感觉好像 这样会比较好记 你打个colons 点什么 Auto fit 其实你也不用特别背 AU大概就出来 Auto Fits 有没有 这样子的话就蓝宽自动调整 跑完之后呢 他蓝宽就自动把我调整好了 就不会有刚刚那个问题 就是那个蓝宽不足 有那个 紧字号出现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要跑什么 把这些列给删掉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呢 其实前面有写过啦 那因为这个程式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底下这边有一道 这个删除列的这个SARB 这个SARB呢 前面我们写过了 那我干脆就直接 直接拿来用好了 其实也并不复杂 里面的话就我刚刚讲的 那我在底下 把它贴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删除列里面有哪些 哪些逻辑 一个是第1个 For i 等于 Range A1向下追踪 到第2列 那反向的话 记得加一个step-2 这个好像都有啦 只是说 还记不记得 第2个的话就 if 如果呢 我的A栏里面 等于日期两个字的话 把那一列给删掉 那反复反复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把它设个中断点 我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这个时候呢 它停住了 它会删的是1520 我看一下 Ctrl向下 1520是不是 是 刚好是日期两个字 那它会怎么删除呢 它会 先把这个 这个 输入法改一下 OK F8 因为我中断点嘛 表示我这边停住了 那我删给 F8执行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删掉 然后呢 再来 一样再执行 让它往下跑 再来它又找到了 1489 往上 所以因为我一直往上找 它的逻辑是 一直往上找 找到了 1489 又是日期 所以怎么样呢 它就会跳到里面 把那一列给删掉 所以一直往上 找到 第几列呢 第2列就不要往下 你如果把它 1的话那完蛋了 最后连 蓝位名称都没有 我们只要留第1列了 所以 跑到2就停了 那其他的话呢 这中断点拿掉 让它全部跑完 这个时候呢 你往下 往上跑 你会发现 就会只留下这个 其他的都不见 那只是说呢 如果你将来呢 希望这个程式能够更完整一点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呢 在底下 写完这个sub之后 跟它串在一起的话 你只需要写一个叫什么 call call 就是呼叫它的意思 当我做完刚刚那些事情 然后呢 就顺便帮我 执行什么了 执行删除列这个sub 那意思就是说 它会 帮我什么呢 先自动调整篮宽 然后再删除 这些里面的多余的列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我们第1个是自动调整篮宽 列个删除列 那第3个问题就是什么 如果里面呢有6个号码 那我要把它分开来的话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会 几个方案 里面也没有功能 有功能用录制的 如果没有我自己写啦 可是当然如果里面已经有功能的话 那我们干脆用里面的功能 其实里面有一个什么功能呢 Ctrl Shift向下 游标先放在哪里呢 放在B2 Ctrl Shift向下 意思就是说先把你需要的吗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一个叫资料里面 一个叫资料剖析 那这个资料剖析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你可以把里面是斗点的 帮你把它切开来 放在个别的储存格里面就可以 那当然你如果知道这功能然后演练一遍 并且把它录制成聚集 加在 后面 那不就全部串完了 那等于是已经按下去 刚刚所有事情都完成了 那只是说特别注意 这里面可能还需要做什么 可能在做录制之前 我们需要干脆特别号不要动好了 后面D到 后面这个到I好了 是1到6号 所以我们假设录制聚集的话 我是这样做 先做 先切一下 先把游标 放在D1 先输入1好了 然后向右拉 Ctrl加按住 我产生 1到6号 表示说我将来要剖析的资料就剖到 D到 I栏 的下面 所以你就可以先 彩排一下 D到I 先产生1到6号 第二个的话就是游标放这边 Ctrl-ship向下 记得选的时候记得选B2 你不要选到这边 因为这个不是你要切的 剖析是你要剖析的资料在哪里 那你告诉他 在B1 到最下面 Ctrl-ship向下 意思说全部 我前面讲过 因为你如果是聚集的话建议还是用那个快速键 你不要用那个滑鼠拉 因为他 产生很多不需要的程式 然后再来什么 资料 剖析 然后这边的话呢就 用风格符号 用逗点 这边的话就打 逗点就可以 你会发现他自动帮你找到 对不对 按下一步 然后呢他问你说你目标存在哪里呢 就在这里 OK D2 按完成 全部破完了 然后再来把B栏怎么样 删除掉就好了 这样就OK了 顶多是最后 你再把 C 到H栏怎么样 再做一个自动调整栏宽 如果你不要微微一点的话 你可以 自动调整栏宽刚刚讲过 这样子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呢我把刚刚的动作 全部 做完并且录制成聚齐的话 这边有 云台上 就是 12 34 全部录完之后呢 就是 这一段程式吗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直接 复制 直接贴到这个底下 当然最好你们是 自己录制 来用 那做完之后呢你一样 在这边怎样就直接 用call call资料剖析就可以了 这个一样 把这边 打一个call 资料剖析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 有加个注解 这个顺序 你可以颠倒没关系 这边的话就是 我们就 这边是3 资料 再来最后就资料剖析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 再试一下 看能不能一键完成 那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空白的 然后把刚刚的这一段程式 从头到尾执行过一遍 看看 这时候的话 他就会一直反复的动 那也会 帮我怎么样呢 下载完之后 并且把 篮宽 先调整好 然后 再怎么样呢 删掉我不要的列 最后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 资料做剖析 1到6号 OK 不过 那个宽度如果 刚刚是不是少一行 宽度 如果删除 如果最后这个的话 你可以 把自动调整篮宽 这个 把它再 贴到这边也可以 不过其实 干脆怎么样 对 这个你们应该都可以 那个理解 干脆 把自动调整篮宽 放到后面来就好了 就是这个顺序 干脆你就是最后 再调整篮宽 这样的话呢 那当然就会很完美 OK 试完 所以你会发现 城市 很需要花时间去去踹 因为你做完之后 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所以有时候 光试完之后 可能 工作表可能试了 超过100个工作表都有可能 一直新增 再试 再试 然后发现 还有问题 再想 想办法解决 其实这也是乐趣 可是这个也是 最痛苦的地方 因为城市永远没写完了一天 这个地方好像还可以再怎样 如果这样的话会更好 可是问题要怎么做 就是 你自己要想办法 那我只是给各位一个方向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 有几个重点 一 删除列 那我把它写完之后 用扣的 二 资料剖析用录制的 请各位 也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画面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话 也有一个那个大乐透历史资料下载的那个程式 上面也有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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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